我们学习大悲咒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们了解到观世音菩萨代表呢 就像心经里面已经倒进了整个宇宙的二十个字了 我们来读上这二十个字是哪二十个字呢 也就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这是我们的经题了 接下来是本文的观志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密多时造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有的一切精华就在这二十个字里面 所以我们人类只要透过大悲咒 你可以从七遍 二十一遍 四十九遍 一百零八遍 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大脑的结构了 我们的大脑最重要就只有大脑皮脂 大脑皮脂 还有我们大脑皮脂可以平衡 所有的情绪 从我们人类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明病下 世修 还有现在所谓的罕见疾病 比如所谓的见动人或者是特殊的罕见疾病 都在世修出问题了 就圆圈这块了 还有我们的扣带会的专注 你要开发一个自由自在 能够如同五分法身的解脱 一定要透过大悲咒 我们也感恩这就是我们在台湾 在卧佛 我们对面卧佛 也就是在民风佛式 并持着大慈大悲救苦 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们也透过在念佛 念大悲咒 我们如何真正的持戒而念佛 一生一门深入阿弥陀佛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你看他的头部 是不是站着我们的阿弥陀佛呢 对 这就是我们阿爸 阿爸父 也就是我们的师父了 我们期盼感恩 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 真正的大悲咒